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么这一周呢 我们要开始继续我们的Java300集课程的第三季 前两季呢 我们把一些Java的一些基础知识都给大家讲了一下 那么第三季开始以后呢 会给大家带来呢 更深入的一些课程 在这个今天我们这次课开始之前呢 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新的一个学习的平台 那么这段时间呢 我们一直在忙这个关于这个新的平台的一些开发 那么已经上线 然后呢 大家平时以后呢 我们这个最新的课程呢 都会在这个系统上呢 公布一下 公布出来 包括一些文档啊 一些技术资料 都会公布到这个系统上 以及我们的视频 当然了 大家呢 也可以去我们的官网去下啊 去这个官网下也是一样的 就是两边都可以 都可以下载 这个呢 主要是以这个学习为主啊 公布一些技术性的资料 当然这个网站呢 主要是大家公布一些最新的一些培训资料 那么在这个 这是我本人的一个用户名 大家可以 进入这个系统之后可以看一下 今天以后呢 我们第三季的一些课程的内容 我都会给大家写成相应的帖子 放到这个系统上面 供大家呢 参考和这个学习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我们的今天的课程 今天呢 我们主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注解 注解呢 单词是叫做annotation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讲这样三个小内容 第一是注解入门 第二是什么呢 内置注解 以及我们的自定义注解 讲这样几个内容 那么讲这个注解呢 我们先要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注解 单词叫做annotation 它并不是注意啊 它这个annotation呢 在从英语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翻译为注释 你可以查到很多词典上 也翻译为注释 但是呢 它并不是我们平时讲这个注释 注释我们可以用那个单词叫command 这个通常是我们注释那个标准的单词 那么现在给大家讲的是注解 annotation 注解呢 它是DDK5.0开始以后呢 引入的新的一个技术 当然目前呢 DDK呢 已经从5.0以后呢 发展到6 7 以及呢 新出的8 他们呢 都大量的使用了注解 以及我们一些新的技术 大家有学的一些框架 比如常见的Strasse 2 Supreme 或者是Harblit 或者是这个Mabetis 都大量的使用我们这个注解 那么注解呢 为什么 这些框架 都会去使用注解 注解有什么样的作用 我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注解呢 它 大家注意 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讲到 首先大家要了解一下 注解本身呢 它并不是程序本身 程序 当然是我们以前给大家讲的那些 对吧 一些语句啊 类啊 那么注解呢 并不是这些 跟程序其实呢 它是 并不是程序本身 它只是呢 对程序呢 做出某种解释 所以 这个作用呢 实际上跟我们的注视 有点像 但是呢 注解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在哪里呢 注解 它可以被 其他的程序读取 也就是说 注解呢 除了对程序本身 做出解释之外呢 还能被其他程序读取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这个注解啊 可以 完全的用来做什么呢 做一些 信息处理处理的流程 比如说 我把这个注解 写到某一个类上 那么 就相当于 对这个类呢 做了一个说明 同时这个说明呢 还可以被其他的程序读到 这就有非常大的用处了 比如说我们后面会学一些空架 打个比方说 我们学 Harmonet 它这个里边就有很多的注解 我可以对某一个类 写一些Harmonet相关注解 写完之后呢 这个注解可以干嘛呢 还可以再由Harmonet来读到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这个annotation强大的地方 它一方面可以对程序做说明 另一方面呢 可以被相关的程序再进行读取 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一看 当然了 现在这么说呢 大家可能印象不深刻 一会儿咱们把整个 讲完之后 大家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你可能就明白了 尤其是第二点 大家注意哦 一定要好好的关注一下第二点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么注解 当然它那个格式怎么写 一会儿我们看一看 不着急 还有一点呢 是什么呢 是annotation 注解呢 到底在哪里用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是什么呢 在类的类里边 我们都可以使用 我们可以使用在包上面 类上面 方法上面 属性上面 都可以额外去添加一些注解 好了 关于这块咱们聊到这 一会儿呢 来 为了给大家一个形象的认识 我们呢 先体会几个注解 大家看一看 来 建立我们的 新的一个项目 项目名字就叫 Testannotation吧 Testannotation OK 大家来看一下 首先我在这儿呢 建立我们一个 第一个类 仅用于测试了 仅用于测试 咱们就叫 就叫弹幕01吧 好 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 大家看我这里边 这个弹幕01里边呢 我们写一个 我们都知道 这个类呢 它是默认继承字 object 对不对 所以当然这个 你要不写的话 它就默认继承object 我们这个可以 大家都知道 那么这里边 大家注意 在这个object里边 有个方法叫 Testannotation方法 好 咱们做个实验 就反而空字无串了 OK 我们大家看一下 我们知道 这个方法呢 如果你打开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什么呢 它是我们负类 object里边的一个什么 Testannotation方法 在这儿 然后呢 我这个方法 显然是什么 显然是重写了 复类的方法 这个我们都学过 那么大家看 现在 我在这儿呢 加这样的一个符号 叫at 我们的注解 用的时候呢 都用at开头 叫overwrite 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 OK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一个注解 它的意思就是说什么 说我 对吧 我把它写到这个方法前面 它用来表示和修饰这个方法 告诉他 告诉我们说 这个方法 是 重写了复类的方法 那么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加了它之后呢 这个程序没有问题 大家看啊 如果我在这儿 假设我是个名字写错了 大家看 tostring 34 或者这么说吧 我把这个s写错了 现在小写 大家看这是不是报错了 如果我把这个符号去掉 有错了吗 没有错 因为 如果你把这个注解去掉以后 大家看 这个方法呢 我没有重写复类方法 但是那是我一个新的方法 叫to什么 to小写的s军 这是可以的 语法是合格的 但是如果我加了它以后 为什么就不行了 就是因为 它 如果你加了它 这个注解以后呢 这个注解 就是用来说明我们下面这个方法 它是 什么呢 继承字 重写了复类的方法 那么编译器呢 就会看 说看看它到底复类里面有没有它 有没有这个方法的声明 一看 复类里面没有它 所以呢 就给我们报了一个编译错误 如果我们 进一步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按住ctrl键 左键单击这个override 打开再看一眼 大家看我们就进入了override的这个的什么 定义的原码 原代码 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发现了没有 我们这个override的 所谓的注解 实际上是什么 也是一个class 也是一个class 只不过比较特别 大家看一下 比较特别 它定义的时候 我们定义的时候呢 大家看一下 并不是一个publicclass 而是什么 publicatinterface 这是我们用定义注解的时候呢 一个关键字 就interface前面加个at符号 这是我们注解的名称 当然了 这一块咱们一会儿讲 大家先看一下 后面也熟 关键看上面这段英文 认识的话 你应该也可以看了 不认识的话 咱们一起看一看 大家看一下 它说什么呢 它用来解释我们 这个注解的一个作用 叫indicate stat 就是表明 表明什么呢 a method declaration 就是一个方法声明 is intended to 一个方法声明什么 意图对吧 打算怎么样 这个方法呢 有意图对不对 干嘛 覆盖一个方法声明 in the superclass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方法 就是要什么 覆盖 复类的一个方法 如果一个方法 if a method is annotated with this annotation 对吧 也就是如果一个方法呢 是用我 被我们这个什么 这个注解标记 对吧 这个注解类型标记 然后呢 没有 but does not override 没有去什么 重写复类的一个方法 那么编译器 就会要求 就会什么 就会被要求 to 什么 生成一个错误信息 也就是大家看一下 它通过这个注解 这个 它的这个文字注释 详细的解释了 我们这个注解的一个用法 好 所以我们现在发现了 它用来修饰了我们的一个方法 对我们的方法这个代码 这个程序代码呢 做了一个额外的解释 然后呢 编译器又读取了它 OK 把它改为大写 好了 这就是我们认识的第一个注解 当然了 大家注意 这个注解呢 我们也称之为什么 称之为内置注解 就是说加二呢 DTK呢 帮我们提供的一个内置的注解 我们成绩的注解呢 还有这样几个 内置注解还有这样几个 还有一个是叫 什么 deprecated 对吧 所谓的 仪器废弃 它单词意思叫仪器或者废弃 那么 如果我们 它被它修饰的方法属性类 表示什么 不鼓励程序员使用这样的元素 就是不建议我们再使用 来看一看啊 为了说明它 我们在这呢 我们看一个类啊 看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类 也就大家以前经常用的 这个类比较典型 叫date 然后呢 Ctrl Shift O 我们导入一下 好 大家看 现在我看到了圆码 打开 同学们看一下 圆码里边 大家看啊 它这里边有很多的方法 大家看一下 比如这个pass方法 大家看到没有 它在这个方法前面呢 写了一个 at什么 deprecated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仪器 这个注解呢 给我们这个方法做了个解释 告诉编译器说 这个方法不建议使用 注意是他说的是不建议使用 并不是不能使用 好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注解打开看一看啊 看它的圆码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注解里边呢 好 它定义也是一个里边并没有相关的参数啊 只是一个所谓的标记注解啊 标记注解 告诉我们的 它就是告诉我们的编译器呢 进行警告 警告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 我们的这个 一个程序呢 去调用了 对吧 调用了被他标记的方法 或者属性 或者类的时候呢 会报一个警告 就是一个编译器的警告 那我们看一看 如果我在这儿呢 进行调用 比如说D 什么pass啊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个什么 中华线 对吧 一个删除线 把它进行删除 当然了 它的意思就是不推荐使用 那么我们自己的方法能不能去做呢 能不能这样做呢 当然可以了 比如说我这 我这定义一个方法 Test001 我在这儿能不能去用这个 Deprecated 没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我用了之后 大家可以 它这儿也有一个删除线 如果我要去调它的时候呢 好 也有什么啊 好 大家看 它也会加一个中华线 告诉你 不建议你使用 当然了 不建议使用 跟不能使用是两码事了 我们可以看到 好了 我们去 大家看 我这儿掉一下这个Test001 要看能不能掉 OK 一切正常 好了 这是第二个例子入节 咱们继续 还有一个是这个 Express Warnings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Express 这是所谓的镇压的意思 我们可以看这个单词 Press 什么 压住 对吧 按住 Express向下 向下按 镇压 Warnings呢 警告 它呢 是可以起到一个所谓的 镇压警告 对吧 压制警告 用来抑制我们编译时的一些 警告的信息 我们看一看 好 在这儿呢 我们来 再写一个方法 002吧 在这儿呢 我们写这样一个代码 List List 对吧 NewArray List 好 大家看 我把这个方法写 这个代码写完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儿报了一些什么 是不是报了一些警告啊 注意这是警告啊 那么这些警告 我们可以理它也可以不理它 警告嘛 可以理它也可以不理它 不过呢 如果你写如果多了之后也挺烦的啊 多了之后还是挺烦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里边呢 对吧 这儿呢都是这样的警告 警告信息 如果你不想理它 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这儿可以写个什么 Suppress Warnings Suppress Warnings 这个all吧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我写了个all之后 大家发现了没有 这里边 刚刚的警告信息没有了 看到没有 那么接下来大家看一下 当然这个Suppress Warnings到底什么意思呢 好 接下来我们再打开它 我们再看看 把这个Suppress Warnings 按住Ctrl键 左键单击 再进来 看一看Suppress Warnings 它的一个什么 它的一个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注解 上面是关于 它的一个解释 它的一个解释 然后下面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里边呢 多了这样的一个什么呢 属性的定义 另外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大家看到了 很多人第一次学注解 在注解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个误解 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代码 你很容易把它误解成什么 以为是个方法 那么大家注意 其实不是 它这呢 每一个 每一个 对应的什么呢 对应的其实是一个参数 它是参数名 它是参数的类型 参数名字叫value 参数类型是什么呢 是这个 诗群数组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个里边呢 我们这个 我们的这个数组 数组里边呢 可以定义这样的一些值 大家看一看 可以定义这样的一些值 那么有些什么呢 比如说 deprecations 对吧 使用了过失的类 或方法的警告 像我们刚刚这个 刚刚我们这是不是使用了这个 这是大家看 我掉的时候 是不是使用了过失的类和警告啊 我可以干嘛呢 可以不让 不让他去谈的一些相关的框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unchecked 对吧 执行了未检查的转化式警告 通常就是犯行 forthrows 如果我们的switch语句呢 发生了case 这个case圈头 对吧 就是少了break语句 也会报这个错 pass 对吧 原路径 或者例如就不例如就不存在 啊 serial 就是可需的换号类里面呢 少了一个 版本的id 对吧 uid finally 啊 还有all 那么如果你想压制一种的话 我们可以写什么 大家看像我刚刚那么写 双印号 unchecked 如果你想写多个 大家注意 因为我们刚刚可以看到 他这个原码里面定义的时候呢 定义的是一个string数组 对不对 注意我们以后使用注解的时候呢 如果是string数组的话 我们要去使用它 value 大家看这个value呢 对应我们这个 这儿的一个参数 参数名称 类似 参数值的类型的string数组 数组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花括号 在这里边呢 写我们的字符刷 这就代表一个string数组 好 好 好 那么看一下这里边呢 呃 打开我们这个代码 大家再看 再看我们这个suppress warnings 啊 呃 这里边有一个解释 就是这个at target 啊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专门给大家写这个问题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注解用于什么地方 那么大家发现了没有 我们这个override这儿呢 它用于哪里 用于我们这个 他的这个target 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注解 只用于方法前面 有个mess的 那么这个suppress warnings呢 它除了用于方法 对吧 属性 还可以用于类型 类型这里边就包含了类啊 接口啊 每举啊 都可以 所以大家看一下 我在这儿呢 哎 如果我觉得不高兴 对吧 我说放这儿 对吧 这儿不也不也有这个 那个警告吗 好 我全部放这儿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警告都不见了 也就是说 他抑制了 通过他呢 我抑制了这个类里边 所有的警告都不要出现 所以呢 这个suppress warnings呢 就起这样的一个作用 让我们这个在编译的时候呢 整个代码更清爽 对吧 用的也不多 偶尔会用 所以这是我们几个 常见的这个内置注解 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一会儿呢 咱们专门 讲 一节课的时间呢 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怎么样去 自定义一个注解 好 下节课咱们再说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